作为国内唯一发明并成功开发上市两个国家一类新药的中国科学家 余德超开创了人类使用病毒免疫疗法治疗肿瘤的先河 亦改变了中国眼底病致盲患者无药可治的历史 作为一个企业家第一个重要就是要有创新精神 无论是用产品的规划我们产业基地的介绍包括高代价的招聘人才 都是以创新作为我们主要的衡量的标准 第二个我觉得也同样重要就是坚持重要这个发展世界太差 投入大决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下定决心达成你这种的目标 那第三点我觉得是责任 创造出高质量兴起老百姓能买得起的一些有效的药 这一个行业其实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 企业取得的每一下成绩 等我们每一位员工 特别是同一期长业的早期的几位员工分不开的 没有他们的付出 你就没有信他的经纪